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66面 第6行 诱如书写 则画背苍生 讲演 则享福伯伯 我们继续看自古以来 受持 彌桃经有许许多多不思议的感应 那么这一段呢 讲到写经 在从前呢 经书的流通要靠书写 这个印刷书是在送缘以后才逐渐的兴起 那么这个方策的经典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一种现状书 这样把它装定成本的 这一种书在佛经采取这样装定的方法 是明朝末年才开始的 就是寒山大司他提倡 明朝的寒山 那么这叫方策本 那么在这个以前呢 像这个唐朝时候 卷子 像我们现在这个书画一样卷起来 卷子 那么到以后啊 就折叠本 折叠 那个折叠的本子 这是从卷子 演变成这个折叠本 由折叠呢 再演变成这个装定成册的方策本 但是那个时候的印刷书很不发达 像这个木刻版本呢 最先都是要写出来 写好之后啊 在刻的木板上 一个字一个字的雕刻 那么印啊 也是很不方便 一块木板 就是一张一页的这个经书啊 是一块木板 那么印那个时候没有油墨 那时候没有油墨 用什么东西印呢 用松印 就松树子 烧起来用松印 你看这个古本的这个书 我们这个古本还是松印印的 那个手一摸了 手上就黑了 油墨不会的 这个古本的书 你手一摸手就黑了 松印 这个耍的 因此成本呢 就相当之高 成本相当高 没有现在 这么方便 现在人修福啊 现在人修福啊 比古人方便太多了 古人想流通经书啊 那要故人 故人来抄写 抄一部啊 给他多少钱 古时候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念书人 这个考试啊 没有考取 怎么办呢 就常到寺庙抄军 那么寺庙呢 给他这个工钱 抄一部经呢 给他多少钱 那么供给他持 供给他住 他的工作 专门抄写经典 那个时候就流通了 用这个方式 我们看看 这个诸节里面 他举的这个例子 这都是四十 书写者 唐善导大司 凡得秤师 这个秤师就是 信徒供养他的钱 叫秤家 供养他的钱 他把这个钱拿来干什么呢 通通拿来写弥陀经 就是请人来写弥陀经 用写弥陀经十万卷 不容易啊 所以弥陀经能够普遍地流通 实在是得利于善导大司的提倡 当然这个经不算太长 这个 这个 一个卷子 就可以写一部 一个卷子 就可以写一部 那么他在寺庙里面 专门请人家来写一套经 数量可观了 十万卷 那么今天印上书这样发达 哪一个人发心啊 是印弥陀经 能印十万卷的 今天做容易 比善导大司的时候 容易太多太多了 他这个十万卷经 要写多少年啊 我们今天印十万本书 一个月就印出来 而且价钱比从前低得太多了 流通紧缺的 确认受持 亦有读诵之十万变者 五十万变者 这是讲啊 受持念这个经的人 所以念经呢 同修们要注意 不要念得太多太惨 念经的目的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念米陶经的目的在哪里呢 实在讲就是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我们既然一心一意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再去念其他的经典 就叫做大仙叉了 法门可贵的 贵在专修啊 这一不经念熟了 心也定了 端一了 就能得一心不乱 如果念许许多多经论呢 这个一心不乱 不容易成就 念这个 想到那个经还没念 那个念完了 还有些没有念 你这个心里就大妄想 心不转 真正要想得到修行的利益 一定要转 念的经要转 修行这个法门也要转 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的都可以又不转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欧耶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一句阿弥陀佛 愿是无中盖罗八教啊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典 所说的一切法门 统统都包括了 一条都不漏 不但包括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 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祝福所说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也都包括了 我们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啊 不念弥陀经念什么经啊 善导大师 这个人很了不起 唐朝时候人 传记里面记载 他是专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他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 他念一身佛号 口里面有一道光 光中有一尊化佛 这是阿弥陀佛的一项 深深都是如此 这是我们传记上记载的 客户放光明的 光中化佛 那么传说呢 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 善达大师是阿弥陀佛 永命严寿也是阿弥陀佛 禅宗里头有风干活上 大家知道的也是阿弥陀佛 这在历史上的时候 大家晓得佛化身而来的 圣俗归娘 至有感及分身供养 念得念佛三昧之不可生计 那么这都是指善达大师教化的功德 所以后师尊他为净土宗的祖师 感动到了极处 分身供养 分身里面 就像燃植 燃壁 这些都是属于分身的一部分 那么得 念佛三昧就是根善道大师修学 得到这个异性不乱 念佛三昧是四异性不乱 那么人数很多很多 那么下面呢 这是讲演的 讲这部讲 是宋 神三郎 这是宋朝时候的人 晚岁回心念佛 这是晚年 年岁很大了 这才学佛 相信这个净土法门 法行念佛 因病 请神讲弥陀经 一一二组 在病中 请法师给他讲弥陀经 那么在换衣服的时候 他命中了 俗其余其 二子 举余明教 以义看为难 一起今 指之啊 将如恋 或举手出一辈 确然而作 举家大惊 二子急请福慰 那一咒劫垂之 子曰 祝福坐托儿 仅坐驶 土匹有薄荷 二十九指 非明云表 九指西区 那么这个沈三郎的传 在净土圣贤路 《网声传》里面都有 这是已经死了 大概他在没有走之前 他给他儿子有交代 他想做刊 看这个佛刊 做个做刊 那么这是学佛的人 这是做托的 做托托的 明教啊 就是儒家的 儒家这个大殿 人死了以后一定是 入殿的 装棺材 所以儿子呢 就不听话 还是把他照一般人这个方式 来打殿 那么把他这个 这个腿啊 也把他弄直了 用棺材来 来入殿 这个时候 忽然呢 他做起来了 这真是很吓人的事情 忽然做起来了 做起来的时候 他家里人 就明白他了 小的的时候 他的志愿呢 是要坐着走的 不愿意躺着走 要坐着走 所以他的儿子 帮助他把这个腿盘起来 让他坐托 那么活化 土匹就是活化 活化的时候 Lanhaz starts pੋ 有29支支伯伯等 come dass 等于是这个那个来颂钢 盛号变了 化完了之后 这些伯伯往西方飞走了 有这种瑞相 祥福和和 这是离秦法司的讲义套句 他在天津的时候 广森阵 有这种瑞因 现前感应在宝地摇观 客去往生 涅槃非彼如斯感应 屡见古见 这是现前感应 现前感应也非常之多 这里是六局几个人 第一位是唐朝时候的大贤禅寺 初修普贤参 这是他以前 他这个修行是离普贤参法 普贤菩萨参愿移 他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 后入大藏 随手取卷得弥陀经 古人常常用这个方法 经典这么多 我应该学什么呢 那么在佛前头许愿 我在大藏经里面抽一部 我就照这个去折 这是一个方法 怀游的时候呢 有念旧 像偶叶大师常常用这款法 他所喜欢的这些金论法门 他都写成纸条 把它都放在佛前面 每一天礼拜供养 那么拜了七天 再多捏一个 用这种方法 那么他呢 在大藏经里面抽一卷呢 那就抽到了那条金 抽到那条金 抽到那条金 日夜送永 送是读诵 永是歌唱 古人读书的腔调也很好听 凡乡也非常的好听 读书的腔调 至三七十 他日夜念这部弥陀经 念了二十一天 读流利地上 佛基二大师现前 这个像啊 现前了 现前看到 他看到大地 是流利之地 西方极乐世界地 是流利的 流利 我们现在称这为非翠 就是绿色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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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鱼 大地是绿色的鱼 大地是绿色的鱼 那么阿弥陀佛观音十指 是绿色的鱼 都信的这个像 给他看 是习宗文齐寺 是唐朝皇帝 习宗皇帝听说 他这一段事情 道入内庭 四号长金进菩萨 主要知道 这是原来他是修禅的 大型禅师 原来是修禅的 以后从禅回归到尽头 他是真金进 就是专念弥陀金 日夜不断地念 念二十一天三起 得这样的感念 所以习宗皇帝 是他一个厚长金进菩萨 厚流利地浮现即日命中 异象精行肉身不坏 这位法师流肉身 那么他往生的时候 这个像又兴起 兴起的时候 他往生 一像精行 行是十天 他往生 他往生的时候 有这种香气 十天都不散 涅槃非比之 这个涅槃是涅槃金 涅槃金 比不上弥陀金 就是这个意思 涅槃非比 比不上弥陀金 那么这也有个功能 梁道真法死 这是梁朝 梁唐进汉州五代的时候 梁朝 道真法死 蒋涅槃金 天剑中 天剑是梁时候的年号 年号 西西如山 西西如山 他也是游方 参学到江西庐山 他就住下来 西西是住下来的 牧远功敬义 对于慧远大司 东宁念佛堂 专修净土 他非常的谢慕 禅座中 或见海上 数百人 乘宝方前脉 这是定中的境界 定中境界 那么他在入定的时候 这个陷的是大海 这个大海有几百人乘着一条大船 这宝方是 这个船呢 但是很非常之名贵 所以是切宝所造的 趁这个宝船往前去 四问何之 这个道真法死 就问他们 你们到哪里去 问他到哪里去 大约往极乐国 后来说 我们这个船呢 要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听了之后啊 因求负债 我可不可以搭着这个船呢 一到去 报应 那个人家就回答他说 法司虽善讲涅槃经 就是你很会讲 很会讲涅槃经啊 夜大不可思议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然未诵彌桃经 其得同王呢 他说 你没有念过梅桃经 那你怎么可以同事呢 这就说是 一生啊 都在那里弘扬涅槃经 讲涅槃经 不能往生西方 他没有念梅桃经 不行 不愿意带他一道去 思虽非讲念佛 这个法司在定中有这样进阶之后啊 他不讲经了 专门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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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彌桃经啊 集二万遍 定中没有遇到这个境界 心发不起来啊 确实遇到这个境界 真正发心 降中四起日前 这也是欲止时之 他在往生四起 二十八天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样子 一个月前 夜四古 四古就是四今天 今天 是今天的时候 见西方引台来之 空中角入本日 身云法司当成四台往生 人 这就是由这个瑞相 显起 十众行闻天悦 异相 这个当时 大众啊 听到空中 有天悦 而且闻到异相 说 素日异相 有未散 那么 那么 今天呢 这个香气啊 都不散 说 其夜 封顶 四身 遥见 故口 火炬 素食 明了 这夜 此日 乃至 死士 这个 封顶 寺 这个寺 这个寺庙建筑在很高的地方 所以 他的视线呢 他的视线呢 广阔 能看得很远 看到这个山谷 谷口啊 有许多的这个火炬 一直到这个天明的时候 火炬还能看得见 那么 这些呢 都是瑞相 所以到第二天呢 才晓得法思 妄生 如上所如 这是 极乐的 借修阴正果 此感彼应 这个修行的人有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阿弥陀佛就有意 跌渐 层出 自古皆经 慰藉美举 这些感应的事情 实实在在太多太多了 这个 净土 神仙路 给这个 王僧传里面所记录的 记录的 记录的 实在是 寡议 楼案 尤其是故事后 这个消息传递也不让 多少 多少 王僧尤瑞相的 这个 写书的人 没有听说 没有见到 漏掉 他们搜集到的资料 实在讲 很有些 遗漏掉的很多 所以这个法门 在中国 不知道 读多少人 往生西方世界 下面这一段 这说明痴 就是受痴 受痴的感应 若持民者 和一念而飞一光 和一生而处一佛 和想你灵骨 和音车恭维 和六世信念而一阵银空 和十字标心而身陷入灰 几乎照待 虚有名流 那么这个里面 也引用了 不少的公案 我们在诸节里面看 词证明 致持名号也 这是将念佛感应 念佛的殊胜感应 敬业住行 多不凡哉 哉就是记哉 太多太多 记哉不完的 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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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说 世人 耳末者 一耳 一味 极权 这是举出历代 是最著名的 大家 共知的 人所共知的 举出几个 来劝勉我们后续 非光哉 这就是一念 口里头出光 刚才跟诸位提到的 善道大死 唐善道大死 人问念佛的往生佛 这是有人问的 他老人家 念佛能不能往生几多世纪 大理 如如所念的 随如所念 善道大死 大福 只要你念 一定能满你的愿 你肯念 你一定能往生 于是 道乃自念阿弥陀佛一生 他自己念 他念一生佛 就有一道光 从心口出 十身 知不光光如之 他念佛 口出光 光明满时 他念多 他这个房子里面是 通通都是光 这光是从口中出来的 帝文其思 当时皇帝听到有这样的异象 也召见他 吃起居为光明死 他住在这个地方 他住在这个地方 皇帝送他一个�sk 하니까 匣 Page Ó。 刚明死 念佛口出光明 好当吉日 在底下促复 是受康法死 这也是我们净土宗一位祖师 在乌龙山见净土道场 劝人念佛 众见思念佛夜深 口出夜佛 至于深念 舍佛赐厨 犹如莲珠 他念佛口里面有佛像出来 念一身一尊佛 念十身十尊佛 念一百身一百尊佛 佛连着出来 有这样的瑞相 临终止日 口寻一光素道 阴然而是 那么这个也是念佛 在当时就有不可思议的享誉 足能够感动人心 寻想着堂道着禅死 平居为众将无量寿经将二百遍 这也是净土宗的祖师 一生专讲无量寿经 专讲无量寿经 专讲无量寿经 讲过年百多遍 人过恰诸 口尘佛号 或是三喜 身不灵骨 大众听经的人 都拿着念诸念佛 掐诸念佛 这个念佛的阴神 这个寺庙 都是建筑在山 拿现在的话来说呢 都是最好的风水的地方 都是在深山 所以这个念佛声音呢 响却灵骨 骨是山骨 这是感应 不是感应的话 不可能 我们就是一个念佛堂 大家在一块共修的阴神 要能够阴神到外面 这个山骨 树林当中都听到 这个不是感应决定做不到的 尤其是散息之后 阴神还在灵骨 实际上 每一位念佛的同修 都要知道 佛号念熟了之后 无论在什么地方 心静下来 就会听到佛号在耳边 如果有这个境界 你就晓得 这是念佛的粗步功夫 证明你的功夫刚刚得了 刚刚得了 应该继续努力 从这个功夫再进一步 才是功夫成平 然后才是一行不乱 如果这个境界限制 那的确在灵骨之中 心一清静 你就会听到念佛的声音 这就是提倡五会念佛的 法照禅死 是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司 与并州五会念佛 那么他是遇到文殊菩萨 这个人是个参禅 本来住在湖南 恒州 就是现在的恒山 他是参禅的 有一天早晨 这个禅堂里面 早晨吃枣竹 早晨吃枣竹 那么那个时候 都是用菠 出家人都用菠 吃枣竹 这个菠里面呢 就献象 献掉五太山 这个也是 不可思议的一个感应 就像看电视一样 菠里头像个电视画面一样 里面献的是五太山 清清楚楚 那么他看到之后 这个枣竹用完了以后 他就把这个情形 问一个同修 一个老同餐 那么那个人呢 他曾经去过五太山 听到他讲的这个情形 他说这个是五太山 就劝他去朝山去 那么他就发心去朝五太 到了五太之后啊 果然看到了个境界 跟玻璃县的一模一样 那么他记得很清楚啊 路很熟啊 于是后他就找到了大圣 朱灵司 找到了文殊普贤菩萨 在那里讲经 听中啊 有一万多人 听完了以后 他上前 去给文殊菩萨顶礼 然后问文殊菩萨 现在末发时期 那是末发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末发第二个一千年 那是末发开始了 文殊菩萨叫他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那么自己啊 念了极神佛给他听 他就学了这个调 这个调就是武会念佛 那么他离开武泰山之后 就自己在宾州建道场 专门念佛 那么念佛这个声调呢 从武泰山文殊菩萨那里学会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呢 也有这个武会念佛 这个调是不是文殊菩萨传的 他就不晓得了 可能文殊菩萨传这个调 已经是传 已经是传 那么现在有些聪明人 听说有武会念佛吗 自己就编一个谱 叫大家唱 叫大家唱 也好啊 也好 现在我听着他们这个 武会念佛这个声调啊 像唱歌一样 戒淫出击很好 但是真正念佛呢 那个念佛不容易得意心 不容易得意心 所以我想 与文殊菩萨传的一定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是 就是传召禅菩萨传 这个开这个念佛道场 说敢带宗皇帝 恭恭闻闻念佛神 这是宫廷里面 皇帝听到念佛的声音 这皇帝就派人了 去跟着声音去找 这声音从哪来的 见识遥寻 派到人的时候 去追这个声音 一直追到病州 追到伐藏禅寺这个地方 说见识劝化之圣 随意道入宫 宫人念佛 一几五会 好五会发死 这也是与 这个这个这个 拜宗皇帝有缘 那么把这个发死 请到宫廷里面 他在宫中 教大家念佛 那么这是说的 隐车 这个宫尾 六十只经 慧原法师 居庐山 至莲花楼 六十念佛 成心细想 这个是净土宗 第一代的祖师 慧原大师 他住在江西庐山 念佛堂 现在这个念佛堂还在 我在香港讲 听他们讲 现在这个东宁念佛堂 还有一百多人念佛 非常的难得 那么他做了莲花楼 从前没有钟表 不知道时间 所以就有克漏 用这个来计算时间 前面上面这桶水 他做的是莲花 莲蓬 上面水 那么一滴一滴 往下滴 那么这个水 这个桶上面 克度 小的水 留了多少了 这是多少时间 用这个来计算 来算这个时间 古时候用这个方式 六时 给诸位说 是从印度说的 昼三时 夜三时 六时就是 日夜不间断 所以念佛堂 确实是如此 那累了怎么办呢 累了可以休息 可以休息 所以念佛堂旁边呢 他有休息的 就有广单 休息的时候 没有说脱了衣服睡觉的 没有 休息的时候 就跟衣服的堂上 为什么呢 一醒了之后 赶快再继续念 累了嘛 就休息 休息好了 立刻就进念佛堂 这个念佛 不腿衣服的 活一二睡呀 怕耽误了念佛的世界 真精进的 这样念佛法 后十九年 十九年以后 七月会席 会时大概是三时初一 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 望 望呢 就是瘦 越远也叫望 越远也叫望 昔是晚上 月波若台 方从定起 念佛的时候 坐在那里念 也能入定 七月来的时候 见阿弥陀佛身边 虚空 圆光之中 无量化佛 即菩萨中 水流光明 印术妙法 那么这个境界呢 就跟 无量寿经 总观无量寿经 讲的西方极乐世界 完全一样 他见到了 实际这个 揭露传记的时候 揭露得很简单 远共大使 见到西方这个境界 他一共见过三次 没有跟任何人说 往生的时候 才跟大家宣布 那么他的念佛堂 一共是123个人 这是志同道合 在一块 接受念佛 过过往生 那么像刘一民 先往生的 远共往生的时候 先往生的人 都跟到阿弥陀佛来接他 而且还跟他说 我们都追随你 跟到你老人家 快念佛 怎么你来得这么晚呢 还说他来得太晚了 那些人先往生的 先往生的 都跟阿弥陀佛来接他 那么在这个净图 专辑里面 有很详细的记载 说佛言 我以本月离故 来安慰如 如其日后当生我国 至其端作而逝 这一次见的 是第三次见到的 他往生之前 也得一个星期 七天之前的时候 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再看底下来 这是十字 送 长路 终结禅死 禅里动物 终受监通 这位法师也相当了不起 禅教 不通 有许多 通教不通禅 通禅不通教 禅教居通的 不通 自古以来都不通 俗话说 这是真正的大通家了 可是 唯有真正的通家 才知道念佛的好处 才会死心踏地的念佛 为什么 他一切通达 他晓得吗 教 尘 没有往生好 这是真正的 一点不实现不假的 一教一禅来修行 要想正骨 那要以大乘法来说 是无量级的事情 小陈教里面 三大二生气气 这里面 还有退转 还有各阴之谜 不能保证你一帆风顺 唯有念佛求生进土 是一帆风顺 一生成就 所以真正宗教 解通的人 没有一个不回心进土 他也是其中之一 二言尊尊卢父之规 这个卢父就是会员大师卢山的规矩 卢山念佛堂的规矩 他尊召就是会员大师这个方法 见莲花盛会 他发起了一个会 邀请志同道合得 大家在一起修行 说其法呢 日念阿弥陀佛 或千身或万身 过于日下 以十字即止 这个也是寄宿念佛的 大家在会共修 但是每个人念呢 念多少 是个人自己定 你愿一天念一千声 你就念一千声 你一念一万声 就念一万声 个人自己定 但是每一天功课不能缺 他也有个日历 那这都是写的 这个初一 你今天念了一千声 我法院念一千声 我就在初一底下画个十字 我今天功课念完了 这就是寄宿 像后来的功课那个样子 每一天记载 我的功课有没有缺 那么你发心念一万声的 你天天念一万声 念满一万声的 画一个十字 做一个记号 天天这样念华 他这个年华盛会 是这样组织的 那么这种组织 我们相信参加的人一定很短 因为到这来念一千声 要不了多少时间 他念完了之后 回家还可以做四千声 可以办他四千声 不像员工的联系 员工联系了 那是住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里一直念到往生点 那个情形不一样 不是真正发心的人 他不收的 你说当年晋朝 大家晓得文学家谢灵运 跟会员大师很熟 谢灵运就想参加联系 会员大师不收 不收他 陶渊明跟他交情也很好 他很欢迎陶渊明 参加联系 陶渊明不来 不来 不肯参加 谢灵运想参加 他不要 为什么不要呢 文人习气太重了 他喜欢做文章 喜欢做诗 做父 搞这些东西 你搞这个东西 大家一听到念佛 你怎么可以搞这个呢 所以文人习气很重了 他不要他 所以那个念佛是 下定决心 要求神进度的 随时过过成就 那么联化圣会呢 他这个处度就很快了 很快 如果一天发心念几万圣佛好的 那是 那很可能是有成就 每一天念一千圣也算不错 如果说一圣当中都不缺 也决定会往生 一席梦也难死 勿尽得意 风貌清美 未及约 余入宫弥陀会 七十一年 这个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个梦 梦到有一个男子 金呢 就是戴的帽子 帽子 黑色的 穿着白衣服 这个人是风貌清美 来建法师 说他想参加蜜桃会 参加他的莲花圣会 来报名的 这是好事情啊 来报名的 法师就问他了 你叫什么名字 给他填写名字 那么他说 他叫普惠 他报了名了 又说 家雄福行 一起登明 他还有个姓哥哥 就复行 也报了名 那么说完了之后啊 就不见了 几诀而欲诸 真实 法师第二天 把这个事情啊 把他梦中这个境界 告诉这个 得高年长的 这些长者们 告诉他们 哦 大家一想啊 这两个人是华阴经上的啊 两位菩萨了 菩萱菩萨菩萨 菩萨菩萨菩萨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概念 道代的 道代是现代 这是廉池大使 明朝末年的人 前面讲的是过去的 现在讲当代的 就是廉池大使的那个时代 如夕得空谷 天息独风等 借静世高僧 独性精修 辟修前谷相续不绝 烧香荒森集中 给千万种祭其一二而已 那么这个里面所说的 极为大德 就是这个粗食 奇产死 他由西带净土师 那么现在这个西带净土师 我们近代印的净土摄药 收集在里面 统统都是称赞净土的 这个空谷也是明朝时候人 就是空谷龙蝉死 那么他由多门劝修净土的文章 叫做空谷集 那么这个书啊 在万字藏经里面有 万字续藏里面有收集 天齐禅思 他也有诸足 读风向禅思 有语路都留着后来 这些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连池大师算是明朝末年 都是佛门里的很有成就的人 而且这些人都是先修禅 在禅里面有相当的成就之后 回过头来念佛 都是念佛往生净土的 所以在往生传里面都有他们的诺识 这个要识实实在在说不清 太多太多了 这个地方只能举几个人 来作为雀明而已 那么再看底下有感应 至于感呼 感是感应 呼就是呼齿 在续愿得度 得度 我诡异不清 灵印在古墓重明 福求托难 那么这个里面也举了几个公安 要是想要识 这些人也举了几个公安 这是先讲这个冤鬼 所以冤鬼产生了念佛能得度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种情形很多 很多 但是他不信呢 那就没法死 如果真正相信 如果真正相信 夜心念佛 这个冤鬼决定会离开 这是唐朝时候的事情 为助生使 这个助生呢 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秀才 在做秀才的时候 梦之一功夫 梦到一个做官的衙门 他说 主者问 如知 所以不地方 他是个秀才 年年去考 都考不去 那么秀才在考的时候 就是巨人 年年落地 没考去 所以他梦到这个官府里 有人就问他 你晓不晓得 你为什么考不中 标对不止 他对他说 不晓得 因是人 因标前行 叫他看看 因果报应 见大祸中 这个祸是锅 大锅里面 有个例做人语 后标明 大概是平常喜欢吃海鲜 吃的太多了 这些隔离的时候 都叫他的名字 没有把它忘掉 你们念了想一想 你们如果吃那个活的东西 他晓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现在是没有办法 没有力量来反抗 没有力量来报仇 等到有一天 他不会饶过你 这个事情很麻烦 你这个事情 真是看多了 你以后再也不敢吃了 表布 比较恐怖了 看到确实从前吃的那些东西 现在一个部 都记得他这笔鱼 这笔债要还 他恐怖了 随便念阿弥陀佛 这一恐怖 要大声地念阿弥陀佛 隔离变黄雀飞去 这一念阿弥陀佛 把这些隔离都超多了 都超多了 他们闻了佛号都超多了 变成黄雀飞走了 那么也学问呢 这些隔离啊 是不是都往生了呢 不坚持 但是 可以从出生道 超多到人道 功力啊 再大的呢 可以超多到天岩道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这是都把它超多了 标厚极地观至安福斯 这个姻缘也不可思议 也是过去式的善根 福斯的话 他怎么会梦到这个地方呢 怎么会见到这个境界 去念佛呢 去念佛呢 这是讲的更后 这是续运得度 诺详绝诺 询详绝详绝 这个就是解释 误鬼运不清 佛诗 这是经典里面 一则宫案 有一锅领域罗刹 这是给罗刹鬼做了邻居 罗刹是人五度 罗刹吃人 而且吃了很多 这个过往没法子 也斗不过他 自尽过中 家疑业人四地地狱 希望罗刹鬼不要乱杀人 我们这个狗 老百姓家家轮流 一天送一个人去给罗刹吃 就不要扰乱大家 叫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安宁了 那么罗刹呢 也同意了 说由奉佛家直生一子 四地冲行父母爱好 逐恋至先念佛 那么这游天轮流的这一家 这一家只有一个独生子 但是轮到他家里 这个小孩不能不去 一家都是念佛的 所以父母就叫他 一行念佛 这个虽然生命呢 这个是学了生命嘛 求生尽头 就叫他念佛 说一佛威力 鬼不得尽 因为他念佛 一夜念到天亮 罗刹鬼不敢接近他 名称王室 尽子尚在 还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小孩还在 罗刹鬼没有把他抓去 降之而还 自视罗刹之患随喜 从此以后 这罗刹鬼就不来 不到这个地方来扰乱 这是罗刹是吃人的鬼 念佛他不敢伤害 那么这是佛经里面 一段故事 丁佛宝居士 他也在这个笔记里 记载的有一段 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 是有一个人 是做生意的 他跟他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愉快做生意 做生意的时候 他有朋友 就掉在江里面 大神不小心的时候 掉在江里便死了 可是回来之后 他这个朋友的太太 就怀疑他 大概是他谋财痕 他这个冤呢 没办法生 没法生 也没办法找到证明的人 确确实实 他是掉江里淹死的 但是绝对不是他谋害的 可是他死的太太的时候 对他很怀疑 对他很怀疑 可是那个鬼死了之后 还常常来看他 老朋友嘛 他也不怕 看回来是什么呢 两个还一块用酒来招待他 还做着酒菜来招待他 他们要跟这个鬼也常常在谈天 他就跟他讲 你这个家里人是怀疑我 他就讲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以后慢慢的他会给他调解 或者给他调解 那么有一天的时候 他谈到佛的时候 他就念佛 他念佛 他这个鬼就跟他讲 他说你不要念 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你念的时候 我不敢靠近 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他就大声念 家庭念 念了鬼就跑掉了 他才晓得这个念佛 如果有这么样的好处了 以后他就出家了 出家就专门念佛 他没有念 没有念佛的时候 他这个鬼可以常常跟得来 当然鬼不会害他 是他的好朋友 他才晓得念佛力量有这么大 鬼不敢接近 跟这一段的故事很相近 这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顶佛宝遇到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念佛人们什么都不怕 不管在什么境界里 只要把心定下来 什么妄念不详 一心念佛 一切妖魔鬼怪 都不敢静得身 莫名的 那么这个也是不思议的感应 送从事女双骨 就是两个眼睛都是莫 念佛三年 尽情不替 双目重鸣如故 这个莫名是业障啊 念佛能消业障 尤其是智致念 尤其是智乘炼 尤其是智乘家 尘行成义的念 三年了 尤其是智乘 vallahi 精心不替 就是不懈怠了 家庭消除了 业障消除了 啊 他双目恢复了 这是一种病 是一切的痛苦 诚心诚意地念佛了 都会有感应 所以真正念佛人 有了病 不要找医生 夜心念佛 夜障消了 病就好了 夜障消不了 念佛往生吧 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留念的 他这个心就死心塌地 念佛才会有感应 念佛没有感应什么呢 贪图这个世界 他舍不得走 嘴里念着 我要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心里挂念这个世界 不肯去 所以这个心不沉 佛念得也没感应 念着佛后再也消不了 病也除不掉 没有感应 故人死心塌地去 所以能应消灾 能治病 能往生 就是一个精尘不屑 就能做得到啊 所以幸福不容易啊 一般人这个幸福啊 这是半信半疑的信的 不是死心塌地的幸福 死心塌地有不思义的感应 那么底下呢 就讲脱难 我们这个感应后面还有 还有这么长的一段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